-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8 KCC挑戰盃錦標賽 ATV組的轉播影片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三 我是今天的車評 易達 ATV就是我們所謂的全地形車 過去這種車我們都統稱俗稱為 沙灘車 對就是有時候你去墾丁或某些地方會看到 但是如果他拿來比賽其實也是很刺激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這個比賽排位名單沒有秒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這是一個抽籤預賽的概念 沒錯 但是預賽概念完之後待會決賽起跑你會看到非常有趣 因為他起跑方式沒有太明確的先後順序 因為他比較有點類似接近我們越野車的比賽 對 這個也是我們利寶賽場一大特色 就是場地內有越野賽車場 好現在比賽正式起跑了 那現在我們看看喔 排在前方第一位衝駐彎道的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丁浩選手 對那第二位看起來是我們的 陳上斌選手 陳上斌這個 常常是我們頒獎台的常客 沒錯 那第三天好像要超越陳上斌的是 這個應該是黃正雄選手 OK現在前幾位選手見證喔 非常的激烈 那這一組別呢 可能你會看到這個轉播上除了空拍子之外 我們有一些現場的攝影機 他有時候會稍微跳動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干擾非常多 對 那個現場那個黃沙起來 你看一下這個畫面 陳土飛揚 看起來很沙啊 但是你看到所有攝影師都趕快把鼻子眼睛都遮起來了 因為這個 這個沙子噴到臉上蠻不舒服的 而且你其實相機會有點路程 會拍起來髒髒的 但是為了盡量呈現給大家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在追這樣子的比賽過程 那其實呢 過去喔 ATV這個組別 應該這樣說 ATV在光陽的事業體裡面來講 他是一個 算相當成功的產品 因為 像我今年去米蘭的時候 我就特別問了一下說 欸 到底光陽這個沙灘車在哪邊賣的好 然後他就講 像歐洲幾個國家 比如說德國 法國 還有在北美的部分呢都賣得很好 因為 車子的品質 性能有到 那再加上呢 他們服務也做得好 那以及 他們的車型有時候會呼應到市場的需求 有一些就是像我們現在這樣拿來玩比賽的嘛 那有一些是幹嘛 農耕 農用的車型 工作用的車型 對 所以當這些車型呢 他都有去設計去販賣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提升 光陽這個品牌在國外的能見度了 沒錯 那在台灣呢他們也希望說 透過不一樣的方式來比賽嘛 我們讓台灣人知道說 原來 ATV這種車型 在台灣也是可以玩很好玩的 其實當天在現場 假設我是純觀眾 我不用工作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刺激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很殺 很好看 而且這個沙子 因為有些越野場他可能會 帶點 會灑點水 讓沉沙不要那麼多 可是這個場地實在太大 而且這是新弄好的這個 立寶的這一塊越野賽車場 其實他是在 整個大賽道建構完之後 這邊也來持續的規劃 所以他有一些地方設備 可能沒有那麼的強 好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邊 陳上兵剛剛一度看起來 有機會領先 但領先的目前還是 丁號選手 好丁號選手表現相當的穩定 那 這邊內線 逐漸在戳上來的 這個是 彈青櫃選手 彈青櫃選手 現在從後面殺上來了 這三台車競爭 其實我有點搞不清楚 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煙殺這麼大 大家在競爭 哇陳上兵這邊走一個內線 看起來超越了超越了 哇 這個丁號剛剛這個失誤 可惜了 那可是現在 陳上兵雖然超越 這就是所謂的 螳螂不成 黃雀在後啊 OK 彈青櫃現在擔任這個 黃雀的角色 還好我們當天有出動空拍機 從上方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彈青櫃一到法宅灣 就把內線走死 對對對 不讓陳上兵過 非常厲害 而且這個陳上兵現在 可能有點一頭霧水 欸我不是剛剛超車 我不是冠軍 我是誰 有一點這種感覺 然後前面又是一堆沙子 這裡怎麼走這樣 對對對 好現在這個 經過一陣亂鬥之後 忽然距離整個拉開了 現在領先第一位的是 彈青櫃選手 然後後面頸椎在後的 陳上兵選手 剛剛原本當禪 現在忽然不知道為什麼 跑到第三位的是 這個 丁號選手 應該是丁號選手 好這個 相當的精彩刺激 其實這個賽車場呢 這個越野場 是算是 他們在規劃的時候 就希望說 未來讓這個賽車場 讓利寶賽車場 不管大 中 小 小可能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越野的嘛 那可能它會有一些 周邊的發展 比較多樣性 對不對 讓它有點像國外的國際賽車場 比如說我們去過 Montegi或是Suzuka 它都是一個主要的賽車場 然後去搭配 周遭的其他附屬賽車場 讓它可以有正式的比賽 大型的比賽 也可以比較輕鬆的 像是我們現在 現行的ATV的比賽 甚至有兒童遊樂園 那你周末來 來到這個地方 爸爸 男生 甚至媽媽我們就去看比賽 小孩子你可以去周遭玩 甚至住宿 那這一個全家的旅遊 這整個發展就會很順利 你整天都可以在這邊玩 從早玩到晚 整個周末都可以 沒錯 所以這規劃非常的棒 那只是說 這一次我們來看這個 越野賽場 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因為它有比較多的地方 還是帶有石頭的賽道 那這個其實如果你今天騎ATV當然OK 可是如果你今天騎的是 越野車的話 那個時候彈起來很痛 對 而且如果不小心鑽倒 應該會更痛 對 然後操控上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選擇用ATV來這邊舉辦比賽 我覺得也是蠻棒的 這應該也是台灣第一個 在這邊舉辦的ATV比賽 沒錯 那力寶賽這場 我們不知道它未來會 怎麼樣的發展 能不能做好 因為最近又有噪音的問題嗎 可能近期又有活動要停辦了 那還好KCC強在這個蜂巢之前 趕快把這個比賽辦完 也躲下很多地 希望啦 未來這個力寶賽場好好經營 我們盡量讓這個比賽 可以在這邊舉行 對 然後辦得越來越好 大家越來越喜歡賽車 這樣是比較好的 好那提到這個力寶賽場 這邊也要講一下 這邊場地雖然我們剛剛講 有些碎石跟沙子組合而成 不是那麼的妥當 就是感覺上有點風險 可是我很喜歡它也是有上下坡的結合 力寶賽場很強調這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目前台灣 台灣整個賽場上比較少見的 未來有高低起伏 其實對選手的能力培養 對比賽來說都是好看的 沒錯 在我們這個閒聊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這個 彈青櫃選手 彈青櫃 彈青櫃進入最後一圈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這個 看起來應該是獨走的啦 距離拉開之後 這個陳上兵呢 他可能要追進也沒那麼容易了 好那我們場面也可以看到 觀眾喔 雖然不多 因為這個離當天 主賽場是有一段距離的 可是呢還是有很多人想來看看方格齊回想 好拿下我們這次 ATV組首戰冠軍的就是 彈青櫃選手 好這邊 這上面也過去的時候 厲害 真厲害 剛剛這個 差距被他追過來了 非常厲害 好那我們也恭喜彈青櫃選手 拿下這次冠軍 也希望未來呢 能用更多這種多元化不一樣的比賽 來呈現給大家 恭喜我們的冠軍選手 彈青櫃選手 好大家好 我是來自花蓮宏偉 花岸撒單車俱樂部 我今天很榮幸來到 麗寶樂園 這個光養舉辦的 ATV活動 那麼我先介紹我的組別是 ATV300CC 我叫彈青櫃 所以我在這次的 真的很榮幸啊 又很刺激 還是很高興 然後對加崗位 謝謝 那再次感謝我們的 花蓮安慰 川安特俱樂部 所有成員 感謝他們也廣謝 再次感謝光養 這次舉辦的活動 希望明年還有這次舉辦 這樣的類似的活動 那再感謝我們花蓮的 NHG的 老闆 他的贊助 謝謝大家 謝謝